英子 你等一下 这个张士兰 一上课就睡觉 而且现在 经常跟社会上的人来往 你知道吗 不知道啊 他跟谁来往 经常有豪车 把他接走 而且身上 多了好多首饰 他是你介绍来的 我必须再跟你说 知道 我回去说的 哎 姐 你们聊吧 梅先生再见 姐 真是你啊 我刚要出门 楼下赶紧车了 最近在这儿学得怎么样 还行吧 就 刚刚那老巫婆 姐你以后少理她 人可化了 蓝蓝 你说话 稍微注意点 梅先生可是我们法律界 非常受尊重的老师 受尊重在这种地方教书 你们是不知道 她成天教训我 她不教育你教育谁啊 你自己要来学法律的 她是你老师 那个秋海 我跟她聊聊去 坐吧 咋了 咋了 最近和周老板有来往 姐 您咋知道的 她说的 不是 你表情怎么还羞涩上了 嗯 本来好了 好了 好了是什么意思啊 好到哪步了 我有打算 给她生孩子 不是 蓝蓝 周老板可是有家事的 我知道 所以呢我不得 一步步来吗 不是 一步步来 是几个意思呀 我先给她生孩子 她总不能让她孩子 是私生子吧 到时候我再让她离婚 蓝蓝你这是在破坏 人家家庭你知道吗 说什么呢 姐 我们是真爱 什么是真爱啊 周老板是什么人呀 社会上的 人在京北这样的地方 放网贷 她能被一孩子给掏住了 就算你给人生孩子 到时候人不肯离婚呢 你一姑娘自己养孩子吗 放心吧 姐 我既然能为她生孩子 我就能让她为了我离婚 她要不离 我跟她没完 蓝蓝 你太天真了 你今儿在玩火你知道吗 太危险了 当然 周老板作为有驾驶人 她总做摊红账 但蓝蓝你给听姐一句劝 你赶紧离开她 姐 你是觉得 我配不上周老板吗 这跟配得上 配不上有什么关系啊 你长得这么年轻漂亮 你找谁不是找啊 那我就想找老板 那凭什么人家能找我就不能找 我学法律姐 你不信 我现在想找个好人家嫁了 姐 你也要懒着 能找 你找个单身的老板不行吗 啊 学法律 你学什么了 来 你跟我说说 我也不想说什么 来了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还有啊 梅老师是我的老师 我很尊重她 如果我以后再听到你说什么 老巫婆之类的话 咱俩可就不是这么坐着说话 秋华 抱歉啊 走吧 哎 那我烦呢 这鸭子又给你惹事了吧 啊 不 跟周老板好上了 啊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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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早就提醒过你了 这鸭子不简单 哎 哎 最主要吧 他们俩也是因为我认识的 你说这未来 万一出点什么事了 这两边都不是人 这事闹得这么烦死了 你赶紧想想咱们的事吧 怎么办呀 找不到人呢 哎呦 更烦了 哎 要不然就听没老师的 咱自己去 自己去哪行 你上次都跟人说咱们有师傅 咱俩去人家不是觉得咱们撒谎吗 哎 但的确就是撒谎啊 哎 主要也是为了拿下这案子 你说怎么办呢 哎 找老韩吗 他正反面 怎么说也是咱们的一失误 吗 他也没法似乎 你怎么办